然後我們剛剛往下看一下水域神態系 那水域的話 我們就可以很多方法來分 那最常用的方法就是鹽渡 對不對 就是淡水的海水 然後流動的流速 然後這個深淺 就是大概這幾個特徵來做區分 我們就會分 剛剛講的最明顯的就是淡水 或者你也可以說淡水大分 就是指在入域裡面的水域神態系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看到 這個淡水神態系的部分 那淡水生態系的話 其實我們剛剛就講這個陸地效果 所以它就會有溪流 它會有蜘蛛 它會有池塘 那我們又可以依據它的流速 又可以把它做區分 那這個水域的生態系 我們其實國中大家都學過 大家就要知道水域生態系 它的營養來源是來自什麼 它自己就有生產者 是大型的藻類呢 是植物呢 還是單細胞 就也看不見了浮游性的藻類 還是說是岸邊的枯枝落葉掉下來 這個大家都知道對不對 國中有強調過這個 沒關係 我等一下就會講 然後我們就看到整個溪流 那溪流的話 它其實這個地科或地理 一般有學過 這個溪流對底質有切割 侵蝕跟搬運的這種風向 那它這個切割侵蝕跟搬運 它就會隨著上游中游下游而遞減 所以它在上游的時候 因為這個比較陡 然後流速比較快 所以這個切出來的河谷 通常就是B型的河谷 這個大家都知道 然後接下來會是U型 然後到河口就很開闊 就會變得很快U型 然後它對底質的這個 侵蝕跟搬運的功能 當然就越下面就越來越差 越來越差 然後再加上它水流很湍急 所以它沒辦法有 不會游泳的浮游藻類 它就要看岸邊的枯枝落葉掉下來 然後在裡面來 然後淡染之後又被往下淡 然後接下來到河口的地方 它整個坡度變緩 流速變慢 所以它對底質 切割侵蝕的能力不在意 河道變寬U型 它連搬運的能力都慢慢的下降 所以那一些沒有被利用完的 一些有機的複製質 一些沙 特別是一些泥 就會在河口成降 所以這就是跟歷史有關係 很多文明的發想定 它不是會跟這個什麼沖積平原 河口的三角洲 黃華的平原 珠江 然後什麼美索布達米亞 是不是 然後另外再不然就是像什麼尼歐河 它是立即會氾濫 就把裡面的東西翻攪上來 然後水退去之後 就會流下看起來很髒的東西 可是它就是非常營養的東西 那另外的話我們也會知道 所以其實河口就會非常的營養 那這是整個溪流的概念